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任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218日 今日经文段落 阿南 落于阴地 以生灭心为本修阴 而求佛圣 不生不灭 无有是处 以事一故 鲁当造明 诸气世间 可作之法 皆从便灭 阿南 鲁观世间 可作之法 谁以为不坏 难中不闻 难坏虚空 何以故 空非可作 有是始终 无坏灭故 经文字 至此 功勤建卫法 是 始拜开始 好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218日 我们要继续谈 二决定义 佛陀讲 如等决定发菩提心 于佛如来 妙三摩体 不生疲倦 应当鲜明发觉 初心二决定义 这个就是决定嘛 肯定 你真的要修行吗 你真的要成佛吗 你真的 确定你自己 就是要走这一条 清静的路吗 我们确定了嘛 来到佛门 就是希望能够真的 把它修到圆满 把这个自己的生命 搞得水落石出 要搞清楚 究竟世界生命是 怎么一回事 但是问题是呢 很多人修行修到最后 就走错路 然后陷入很迷惘 甚至于还会绕远路 乃至于会遇到很多的状况 被骗啊 人才两师啊 那主要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太乱了吗 其实不是 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把自己的心给搞清楚 所以这边呢叫做初心二意决定 这两个决定 就是你一定要刚刚开始在修行的时候就要搞清楚你自己的心 如果不搞清楚你后面就不会成功 一定不会成功 因为你都不知道你是走的那一条是对还是不对 分不清楚 因此呢 第一个决定意啊 在刚开始修之前啊 一定要先清楚 第一个第二个 这两个决定意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你有一个检查的机制 所以呢就在讲啊 我今天是要修行哈是真的诚心诚意的要修成功嘛 那既然要成功呢 那我们就要检查 审官就是检查 检查两个字 有没有符合啦 那这两个字呢 其实叫做因跟什么 果 因跟果是符不符合 那为同为义 那这里呢 就是一个重点啊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因果 昨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 又好像又 旧话重提 因为佛陀啊 就在讲 要修行就要成功 不是有修就好 那如果只是 凑凑热闹 就是啊 我结结缘 重重善根 那你不会来读楞严经 既然要读楞严经 你就是很认真的嘛 我确定了嘛 是不是确定 有确定 那既然确定呢 就是要成功 否则就很可惜 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现在苗董楞严 已经两百多天了 难道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放弃吗 你上不上下不下 很痛苦啊 那既然走 就把它走到底 看看呢 一千日以后 是不是真的会开悟 那要不然 你就一开始就不会嘛 所以啊 这阴地 这是很重要 若于阴地 以生灭心为本修阴 而求佛胜 不生不灭 无有事处 无有事处呢 在一开始在 阿南在找心的时候 已经一直被佛陀说 这个不对啊 没有 没有一个对 是不是 这时候又再一次重提 那这里又是不是又提到一个因跟果 如果你现在的发心是要成功的 你又就要用会成功的因嘛 那你如果不是要成功的 就随便啦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要知道因跟果要符合 以生灭心为本修因 而求佛胜不生不灭 无有事处 无有事处的原因是什么 佛陀就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要知道呢 那这里听起来还是很抽象 所以我们就要检查 你怎样才是有事处 才不会修到最后呢 哇白忙一场 好那所有世间的追求 其实大部分都会白忙一场 为什么 因为佛陀现在来问大家 辱当照明诸气势间可作之法 好 你看到这个世间 凡是你所做的 你现在在忙的 有没有一个是不坏的 我们忙什么 忙家庭 忙儿女 忙身体健康 忙事业 乃至于我们现在忙名利彩色 我们要光中药主 我们要保家卫国 不管你是市农工商 所有的忙的你去观察 有没有超过千年的 万年的 亿万年都不坏的 没有哦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那叫做有违法 气势间所有在忙的都会结束 皆从便灭 就所以最后归零 白忙一场 所以呢 这个问题就知道 哦 这现在你只要发现 这个会最后就没有了 会坏的 那这个事情就是有违法 好 但是 辱观世间可作之法 谁为不坏 这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反正是可作之法 谁 没有一个不坏的嘛 可是呢 有一个东西 始终没有坏 叫做什么 虚空 燃中不闻 烂坏虚空 有没有看到哪个空坏掉了 没有嘛 没有烂掉的虚空 没有坏掉的虚空 虚空就是 它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 因为它无为嘛 它不是 去用什么因素去成就的 所以它不是有违法 所以它就不会坏 那什么是虚空呢 为什么没有浪坏虚空呢 何以故 空非可作 空不是可作之法 你不可能再怎么努力 你去制造一个空出来吧 没有嘛 但是有空气清净机啦 可是它就不是虚空 它是空气 这虚空呢 就是这个空性啊 再讲空性啊 这个空性啊 它不是可作之法 因此 它就不会遵循 坏掉 会坏 会灭 的法则 它不会遵循 所以它不会坏 由是始终无坏灭故 从一开始它就不会坏 所以它最后它都不会坏 好 那为什么佛陀要做这个批语 因为这跟我们的心很相关 如果你的心是修的是会坏的 那你一开始用的这个心是错的 忘心 你要用的是不会坏的那个心 它才会达到不会坏的结果 是不是这样 好 所以呢 这里讲到的因跟果是这样 我们要求的是一个暂时的结果 还是不暂时的结果 好 星真 今天 我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去住佛的净土 佛国净土 你可以住 你高不高兴 高兴 可是十天 十天之后你就要回来 你要不要 还是要 这个 但是其实你可以永远不用回来 你可以在那边 你可以住 你修好了 你的佛国净土不会崩坏 如果有结束 那你就要考虑 我费那么大的劲 然后我去住在一个佛的地方 结果呢 也是有年限的 不管是十年 二十年 三劫 十劫 你只要会坏 你这个都不保证嘛 可是成佛这件事情是永远不会坏的 不生不灭 这是我们的目标嘛 是不是 而不是你今天要成佛 成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呢 你又打回原形 这样子这个生意不可以做 这件事情不可以不可以做 所以我们要求的那个结果 当然就是最棒的啊 而不是幻梦一场啊 好 那既然结果是不生不灭的 那因呢 因就有两种因啊 一个叫做生灭心 一个叫做不生不灭心 你要选择哪一个心 你才会达到果啊 不生不灭心嘛 所以这就是一个检查 你现在用的心是生灭心吗 什么叫生灭心 我喜欢你 因为你很可爱 所以我喜欢你 因为你有钱 所以我要跟你做好朋友 那请问有一天你没有钱呢 很抱歉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现实 那就不是真爱 你很可爱 我很喜欢你 你不可爱 我就讨厌你 那这个叫做生灭嘛 会改嘛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不变形 因为我们的生灭心就是这个样 要天时地利人和 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你用这样子的心去追求 不生不灭的结果就叫不可能嘛 所以叫无有是处 佛陀一开始叫我们确定 确定再确定 就是要问 你既然要达到那个果 是不会坏的 你怎么可以用会坏掉的心 那什么叫会坏掉的心 有多少人每次信誓旦旦 师父我生生世世都要跟着您修行 然后丹无人 是这样子吗 你确定 我真的很用功 我真的要护持 然后三天怎么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他改了 他变心了 他可能现在答应了 明天回去 就觉得我这心情不好 我身体不好 我的孩子现在状况很多 我事业变得很忙 所以有所求的心虽然是人之常情 但是有所求你目的达到了 你就没有再继续修行的 你用的心叫做生灭心 叫做条件交换 那我们的心如果建立在这种基础上 就好危险 这叫做生灭心 所以一开始要用什么 什么是不会坏的心 叫做菩提心 不生不灭的心 那很多人就会问 那菩提心是什么 其实我们常常讲 两个人要结婚 是不是就会牧师 或者是那个证婚的人就说 这个某甲你愿意 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 老了 贫穷了 轮回了 堕落了 你都不离不弃吗 你会怎么回答 其实基本上主要是真爱 应该是要回答嘛 对不对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永远爱你 这才是真的嘛 可是呢 通常都是什么 哎呀你老了 我换一个更年轻的 你现在没钱了 哎呀我觉得我好像也是要顾一下自己 所以呢我们其实所有的人都还是活在患得患事当中 得失心当中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也是世间痛苦的来源 那当这个感情是建立在这种生灭的状态呢 你要求到佛啊 那一切很困难耶 因为你求到的就是那个八分钟的佛啦 十天的佛啦 那你既然现在要求到的是都不会坏的 那我们一开始就要不会坏的心 不管你是谁 可是人人都有哦 这是佛陀教我们的最厉害的 世间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发菩提心 你只是不知道我可以 很多人会说哎呀我现在不聪明我可以吗 可以啊 长得不好可以吗 可以啊 没钱可以吗 可以啊 谁不能发菩提心 你不发菩提心 你再有钱 再聪明 再美丽 再年轻 再优秀 没有用 因为你的心没有拿出来用 所以没有用 我愿意用 这个小兵力大功 那甚至于佛陀讲连地狱的众生都有菩提心 那这就是佛法很珍贵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呢在做的 推动 这个佛法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哦原来我可以发菩提心 我也可以为这个世界 带来很多的正向的力量 那这是 这个内容很重要 那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话 你以为 哎呀我来这边 我要得到什么 那你还是会得到啦 只是会失望而已 就是因为 我们会得到了之后 突然觉得 嗯好像 还有一些付出一些代价这样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会 有一些自己错误的观念 一开始佛陀就要讲清楚 说明白 才不会呢遇到很多问题 哎你忘记了 照顾好你的心 你的心会被境界转掉 好那以上呢就是 这个今天的内容 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善盖自己的心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就非常的感恩啊 因为我们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关心一枝香 然后就到了华严金三卷 然后又重播任言经 然后就到师傅讲课 大半天的时候呢 其实我都是在保持正业 然后其余的时间呢 我现在正在背经 然后还做一些文字稿之类的 我就觉得我一整天 其实是非常充实的 然后也会觉察到自己的起心动念 都是非常的正念的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感恩 实际感恩所有的一切 但是呢 因为我的父母 他们从年轻到现在老了嘛 他们的心一直都是安住在 孩子身上啊 然后安住在孙子身上 那么孩子也长大了 也是有自己的生活 然后孙子现在也上大学了 然后父母就因为 因为小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家里也没什么人了 所以他们的心就 无所依靠 所以他们 所以我爸爸呢 我父亲呢 他就会常常就是装生病 然后会希望我们多多回去看他 然后我们就会装傻的回去看他 那么我的母亲呢 他就是会比较 女孩子嘛 他的情绪会比较波动比较大 他就可能为了 孩子没有回来吃一顿饭 或者是孙子 失约了 然后他就会大扣一场 或者是失控的 其实我也很理解啦 我很理解他们的心理 因为他们一生都是安住在 我们安住在这些孙子 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家 然后也没有我 所以我心里是很感恩 很感恩他们 我能够做的呢 就是有时间我都会回去陪陪他们 听听他们爸爸牢骚 其余的 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无能为力 因为我的父母他本身的信仰 跟我不一样 所以我本身呢 平时只会跟他谈一些生活上的 普通事情啊 或者是逗逗他们开心 但是有时候我看到他们现在 白发长长了 走路也不方便了 然后身体也慢慢的衰老 我就觉得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呢 我很想去为他们做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很无能为力 然后就会觉得 每次就是可能就是诵经啊 回向啊 或者是 就是一直很想做什么给他们 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很渺小 所以我就觉得把我自己的心固好 我就觉得也是对他们是最好的吧 但是其余的我就不是很懂要怎么处理的 所以请师傅开始 阿弥陀佛 这个课题还蛮 我们先不要预设 就是不要有期待说 我们一定要让父母亲得到什么 或者是改成跟你一样信仰 尤其有时候我们在道场当中 常常会好羡慕那个 哇你好好哦 小孩子都跟你一起来 或者是呢 有时候会回去要求家人说 人家谁的谁谁谁的爸爸都怎么样怎么样又怎么样 因为我们像你你你你你才刚开始学吗 三月到现在半年 他通常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充满的热忱 觉得自己要征服全世界 然后呢就发现哦 那因为这样子心里面反而对 这些原来不学佛的人 原来你也是不学佛的那一群 但是呢 因为我们突然一下子学了很多 然后突然就哇觉得很人生很充实 就很容易对那个业障很重的人 就是好像有一些期待 然后就心里面就会有一点失望 就是会有一种失望或者着急 师父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只要那个度不动啊 然后叫不来的 我的心里面都会诅咒人家 就是就是有那种很坏的那种诅咒 所以你都不学佛 你到时候你就不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其实我们很容易会看到这个 可是我后来呢看到了木建年尊者 我觉得好厉害 就是他的妈妈一辈子 木建年尊者这神通第一耶 那甚至于呢 他的妈妈呢就没有办法去 不但是不能理解他的 他的孩子的乖巧跟优秀 而且反而还造口业 而且还会做了很多很多坏事 所以后来就掉到那个地狱去到恶鬼道 木建年尊者其实很痛苦 因为他很孝顺 可是也因为他学佛 所以他有机会救他的母亲 地藏王菩萨也是如此 其实这个世间啊 就是人跟人之间 你只要心系着你的家人 他都会有得度的因缘 你只要不要放弃 会的 要相信这件事 牵引发动全身 譬如说像佛陀啊 他就是一直意念着 你你要来啊 你你要来啊 你是不是 你看今年就来了 所以其实 我们其实有时候是这样 那会来的 就是国之熟的现在 然后没有来的呢 他也不是不来 我们就是慢慢的播种 他有一天就会开花 那其实这佛法 他不是看这一生 也不是看现在 那甚至于呢 结个缘 这未来啊 长长久久 佛陀永远在等着我们 那当你这样子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 比较没有那么的患得患失 尤其是有时候我们的期待 会变成不学佛的家人 朋友的压力 有没有发现 越来越少人约你吃饭 就是因为你每次吃饭 都给人家讲了严禁 然后到最后 大家就想 哎呀我们纷纷的 就我们有的居士 他就是学佛之后 受了菩萨戒 人家交集应酬 他就规定大家 不可以喝酒 全部换鲜奶 那一次呢 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前 可以聊一个小时的饭局 15分钟就结束 就是那那你就失去了一个结缘的机会 但是其实这很难拿捏 因为你要是用小圣的心还是大圣的心 大圣的心为了度众生 那也有人做得很夸张的 就是马来西亚有个居士有一天就说 师父我要去度我朋友 他最爱喝酒 他说如果我喝得过他 他就要捐5万块给我 所以我决定去跟他拼了 这个也是一种很厉害的发心 最后他到底有没有度成功 不知道 但是他的那个发心 有时候还是要安全一点 那另外一种就是小圣的心 就是我们觉得哎呀我真没有办法 那至少你先保佑你自己 不要起烦恼心 那我们慢慢结缘慢慢结缘 方法多了 还有一些因缘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 很努力的去研发 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方便善巧 其实就是要推广良善的心 佛法它很多元 因为它不拘行事 甚至于呢 有很多人说 你看那个基督教天主教 有圣母玛利亚 其实那是观世音菩萨变的 的确也是 如果你需要用基督教的方式信仰 那你就用基督教的方式 那你需要用回教的方式信仰 你就用回教的方式 你需要用科学的方式信仰 你就用科学的方式 只要可以提升自己的心 都不拘行事 所以佛陀讲人人都有佛性 我们要先相信这件事 你的父母一定会有得度的因缘 因为你已经开始了 就是这样子 谢谢妮妮这样子可以鼓励到你吗 可以啊 感恩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生活 怎么几乎跟师傅差不多 我觉得你可以加 我其实我这个也是 我考虑很久了 我正在等这个因缘 其实我之前也是在等这个 因为我在选道场 我就是想学任言经 所以我还没有遇到 后来我就是参加了这一个 但是因为国家有国家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我的 不会啊 你可以来这里出家 然后再回去马来西亚 开一个愣言道场 哈哈哈哈 马来西亚法师很少 很缺生人 真的很缺愣言经这个 看 看起来长得很像法师 感恩师傅 感恩 你们第四组专门出法师的 师傅 那个 现在讲说 以圣妹心求佛 佛生 无有事处 跟五组 六组 讲的那个不是本心 写法无益 他们讲的就是要先认识自己的心 那可是我们常常就是心跟行为 就是没办法一致 那我们怎么尽量让心跟行为 可以一致这样子 嗯 我们常常讲就是 你的目标要设定 就是我们要把自己设定到高一点 先不要帮自己没有达到找借口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可以是最究竟的 最好的 但是呢 要知道我们已经迷路迷太久 所以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转得动 但是不要因为一时改不掉就放弃 理则顿悟 秤悟 见消 秤悟并消 就是一次呢 观念就到位 观念就是志向就是百分之百 我就是相信我自己要做到百分之百 但是接下来就要有步骤 我们一步一步一步的来 这个一步里面呢 你要去了解自己 我觉得我这个是答不上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个性吗 是因为自己的喜欢吗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有一些烦恼啦 譬如说有的人说 哎呀我的脾气就是都改不掉 或者是我的贪税我就改不掉 那我的懒散就改不掉 什么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那这些很多原因呢 你在这些原因里面 你必须要先改 会影响你的生活的 先改掉 会影响你的生活 很严重的 或者是危害他人的 我有杀人的习惯 那个就要赶快改掉 要制止他 所以我很喜欢劈腿 那这个就要注意 就是那个很明显的 那你说什么叫做很明显 你就是去看佛陀的五界 杀到淫忘久 这是基本的做人的原则 就先改那个很严重的 会犯法的 我喜欢诈欺 有的人是真的很奇怪 就是会有这种毛病 那至于说 这脾气坏了 然后讲话比较酸 或者是常常心里面会嫉妒 然后会傲慢 那不是没有关系 但是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那个不是一天两天 要改 但是要改 要给自己一点机会 然后最重要的是 当你看到别人有 那个毛病的时候 你要知道那就是因为你有 所以你会看到 先练习接受 在别人身上看到的毛病 而不要用佛的标准 来要求 因为其实都是这样 我们到场 我们就会说 哎呀那师兄 送经送的两百步 还不是那样 我听到了这个 我自己就想 这个很多人会这样 这个师父出家了二十几年 还不是那样 这件事情有一点可怕 因为我们自己也会这样 我们会高标准 高标准要求身边的人 现在学佛 学一年两年三年 而且又学了楞严经 那我们很容易 把对自己的期许 会变成要求别人 然后这同时呢 我们要了解 这众生的习气很多 他会改 但是他需要时间 就像等一下呢 这个明天啊 佛陀就会举一个例子 就像那个沉浊水 那个水呢 要沉淀是不是要时间 你虽然知道他是清 他的里面是清水 他有沙子 可是你不给他沉淀 你硬要去搅拌他 或者是要把沙子捞起来 那会反效果 所以呢 我们当然知道 是跟理会拉不上 尤其有些人 身边的人会跟你说 你不是学佛吗 学佛不是最慈悲吗 那我们就 学佛都不可以骂人吗 然后我们就会变成 被他牵动了之后 我们就变骂人 有没有 你说哦 你看你看 学佛也是没有用这样 是会很容易这样 但是你就要知道 嗯对对对 那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说我也知道啊 我正在改 我正在努力 我快了 所以呢 这样子的想法呢 就会给自己比较 不会那么的逼迫 因为你逼到最后啊 会放弃 他自己很懊恼 跟自己生气 因为我们的标准 是佛的标准 可是佛从来都不会 怪罪众生 不成佛 因为他知道啊 他相信你会啊 他只是知道说 你还是在你的习气当中 在挣扎 有什么关系 需要慢慢慢慢的 去建立对自己修行的信心 那你越有信心 你就力量会越大 是真的是这样啊 好 好 警方来提问 感恩师傅 最后给你一分钟 来来来打开 现场有人要提问 不好意思 第一次提问 因为 我刚说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大部分的人都要坚毅不拔吗 第一点 我想要问 是不是这样是正确的 你要问很多个问题吗 对 好 那你请你明天再问 明天要继续上线 星期五要给他一个时间 他有十个问题 每天都要上来问问题 好 来 我就问这个问题 发菩提心要很坚定吗 其实发菩提心不用很坚定 因为菩提心本来就在 你只是把它拿出来用而已 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有 所以我们发菩提心 你才会知道 哦 原来我这么好用哦 各位 你要试试看哦 最近如果有被师傅拿来操 不是 被师傅拿来用的人 就会发现 哎 自己很好用 你问那个史慧文 他就 他从来没有 这一辈子从来不知道 自己这么好用过 那我们僧团的法师 也从来不知道自己这么好用过 那为什么 因为其实是可以 可以用 我们什么人都可以用 因为佛陀对我们最有信心 人人皆可成佛 这件事情根本就是太 太天真 太乐观 可是当我们真的去接受这件事 让他发挥作用的时候 的确 心想失诚 所以你要不要很坚定 你想要做你才会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心心 那你不做只是用想的 我要还没准备好 我还没准备好 其实通常通常永远都不会准备好 因为你没有 证明自己 真的有这个能力 这样了解吗 这样是不是解决了你后面九个问题 好 好 那因为我们时间到了 所以呢 所以明天要记得上线 第五组星宇法师把他安排进来 秀荣在马 那明天给他一个时间问问 问第二个问题